有一种真音从古至今 有一种记忆百事传承 而银式则是以银为基础而撰写的浪漫 今天让我们走进古城一起去寻找这一份浪漫吧 华人自古爱银 以银为节 以银为彩 以银为荣 以银为贵 那是对纯白无瑕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象征了华夏民族特有的优雅 银式匠人 一群浪漫而又执着的人 他们将情感一点一点写进银式里 宋潘是多名族的聚集地 区有的手势都不同 各有各的特色 藏族就偏后马脑珊瑚加进去 乡族去 乡族就喜欢丢客 本地人就喜欢这个牡刀花 打在这个手镯 运用在这个银器上面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三十多年 乡族判已经二十四年了 我这边就是面向藏族的 是藏刀 饰品之类的 基本上都受当地藏族诚人的欢迎 挺喜欢的 筑炼 锤打 边节 刻花 每一道工序里都融入了耐心和细致 雕纹刻漏 精雕细琢 每一个细节里 无不体现出银式工匠的浪漫情怀 他们将细腻美好的感情寄托于物 用时间去琢磨 用手艺去打造 每次做一个银器都要花费很长时间 它有很多的工序 每一个饰品就像一个艺术品 我很珍爱他们 也喜欢松攀这个地方 银式工艺技术 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 最为璀璨的工艺文化之一 银式工艺继承于古人的智慧 在如今工业化发达的时代 这一件件手工制作的银式 因为更显悠长